大家好 今天美军的P-8A反潜机 沿台海中线进行飞行 向警方军挑逊 给中国画了一个台海中线 它是沿 台海中线由北向南飞行 飞行轨迹显示 这架美军的P-8A由 加首纳基地起飞 经过中国的东海 ADIC防空实际区 进入了台湾的防空实际区 并沿台海中线向南飞行 上午9点20分遭解放军广播驱离 其飞行路线和2020年10月8号 美国特种飞机MC130飞行的路径一致 就是向中国宣告台海中线 同样在上午 除了台湾海峡出现了美军军机以外 在巴士海峡还出现了美国的两架V-22 还有两架的MC130 台湾西南空域还出现了美军的一个RC130侦察机 还有KC-135加油机 各一架 另外美国海军的P-8A巡逻机 也出现在台湾西南空域 伴随的还有一架空警2000的解放军的空中预警机 你从现在看解放军和美军正在进行台海地区的博弈 这个中线为什么这么重要 首先这个中线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解放军承认美军在这个地区的存在 在这个地区有一个军事集团或者军事实力的存在 首先是解放军承认台海中线 美军是心知肚明 解放军不会在这个地区履另一个军事集团进行对抗 因为他承认这个中线 但是现在有一点 解放军从去年开始不承认台海中线 这个让美国非常紧张 让台湾也非常紧张 很简单 这个军事集团 我如果不承认你的这个中线 也就不承认你这个军事集团 对我有影响 甚至呢 我跨越这个中线 也就是对你这个军事集团 对于美国 对吧 第一岛链这种军事存在的一种敏视 那也就是解放军向美国一种宣誓 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非常紧张 我之前说过啊 其实 梧桐已经开始了 你从这个跨越台海中线 大家就能看明白 这个 中国呀 对台湾的这个收复 普通 特别是军事上已经开始了 那实际上你从美军不断的在台湾海峡 西南空域进行巡逻 解放军军机也不断在 台湾的西南空域 也进行巡逻 大家可以看 未来台海战争发生的主要方向 空中 主要方向还是 台湾的西南空域 巴士海峡 这个方向 另外大家可以看 这个方向还有一个南海 我一直说台海和南海是联动的 那你从这个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了 那巴士海峡这个位置为什么这么重要 大家可以看 巴士海峡可以进出太平洋 另外呢 从巴士海峡 从台湾西南方向 可以躲避台湾的正面雷达 特别是台湾的在 你说金门 在澎湖这些雷达站 可以从正面 三个正面 金门的正面 澎湖的正面 台湾岛的正面 三个正面同时向台湾进攻 如果从大陆方向进攻 它就有三层阻拦 对吧 金门 澎湖 台湾三层阻拦 那如果从西南方向进攻 三个都是正面 而且是空中 又都是什么 都是快速突入 这个对解放军非常有利 而且其实台湾北部 包括台北 重兵防守 台湾北部不是 解放军未来攻台的一个重点 记住台湾人 解放军不可能从台北进攻 从台北登陆 连美军都登陆不了 那个地方的防守 你去过台北 你去过那个领口 那个 港口 那些看过 那层层不防的 而且台湾 台北每年都演习的 你这个解放军从这登陆进来 需要过很多关的 也不适于解放军登陆 而现在呢 现代登陆战有很多新的办法 用空中力量登陆 直接从台湾南部登陆 台中登陆都有可能 所以美军也判断到了 所以你知道美军也判断到解放军可能从这个方向来 美军也不断在派飞机在这个地区进行巡逻 那未来解放军在这个地区和美军在进行什么 就是在进行 实兵的对抗 你看解放军派的是什么电子战飞机 美军派的是什么 也是相关的电子战对抗的飞机 双方在真正的战机进行对抗之前 要熟悉战场环境 这就是美军和解放军实际上在台湾的西南空域正在进行 电子对抗正在进行实战的一种对抗 只是这种对抗没有真刀真枪 没有进行这个 空战 而进行的是模拟的电磁环境 这种对抗 很多这个空战之前 首先是电子压制 双方实际在这个区域都在进行什么 熟悉战场环境 那未来中美 判断完了一声令下开始武统了 这个环境都熟悉了 美军也在熟悉环境 解放军也在熟悉环境 你说武统开没开始 已经开始 我还是告诉台湾人 这个武统台湾千万不要以为跟你说笑话 已经开始了 特别在一个西南 这个区域 实际已经在开始 真正的进行这个演练了 真正进行战场环境的这个熟悉 另外 南海 解放军的这些登陆艇登陆舰 通过南海相关的这个海上力量 从南海地区 你可以看到 这种兵力的投送 完全可以覆盖台湾西南空域 另外呢 从八十海峡出什么 出太平洋 到哪 到关岛和台湾之间这个地区 可以对台湾和关岛之间 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 我觉得 把美军切割 那解放军进出这个地区 也就非常顺利了 美军从关岛 从日本 派军 增援台湾 也就被解放军拦截了 所以为什么巴士海峡这么重要就在这 你看 也是围绕着巴士海峡进行电子对抗 围绕着巴士海峡 围绕着台湾西南部 进行全面的这种对抗 就是 空中力量也好 解放军 和美军 都在这个地区 进行着实兵演练 实兵对抗 我觉得我现在就要 简单的给你这么说几句 你就听懂了 我还是之前讲的 越早解放台湾 越早武统台湾 对中国越有利 因为美军从现在可以看 不断在西南地区对解放军进行围堵 进行这个侦查 也说明了美军研判 解放军也是有意要武统 那美军不会 做事不管 不会什么 给解放军 留更多的空间 让他能够发挥 所以现在只能是快 快速的解决台湾 这个才对中国是最有利的 这般合同派 我觉得你们也 不要再幻想着合同了 美国已经知道中国的最后的打算了 一定是要收复台湾 那也不会给你和平统一的机会 所以最后呢 只能是越早武统台湾 对中国越有利